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一颗条柔的心 忏怒与怨恨 所造成的破坏与伤害之严重性 他们现在伤害我们 未来也伤害我们 并销毁我们在过去累积的福德之良 要认知造成 忏怒与怨恨的因素是重要 主要的因素是不满与不乐 当我们不满与不乐的时候 较容易感到挫折 而导致参怒与怨恨的情绪 不满与不乐的情绪 将成为助长 忏怒与怨恨的人心 所以从一开始 就不要让这些因素 干扰自己内心的平静 这很重要 我们应当尽己所能力对质 消除称恨的生死 因为他的唯一功能 是伤害我们和他人 如果说面对逆境的时候 人能保持平衡欢喜的心 是防卫称星升旗的主要因素 当你面临逆境的时候 心情郁闷 无助于迫伏逆境 他不但无意 反而只会加重你的焦虑 感召一种不安与不满的心境 在面临逆境的时候 感觉不乐或不满是无意义的 更不用说去报复那个伤害你的人 由不乐与不满所生的撑怒与怨恨有两类 一类是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 造成你的不乐与怨恨 另一类是 虽然无人直接伤害你 但你因为见到敌人的成就与富裕 而内心感到不乐与成老 他人所造作的伤害也分两类 一类是他人直接在你身体上加以伤害 并由你自觉地感受到 另外一类伤害 是针对你的财富 名望 永宜等 身为一位真诚修持悲心与菩提心的人 你必须培养安忍 为了能够诚心修行 培养安忍 你需要一位蓄意伤害你的人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提供真实的机缘 让我们把种种德行给修持好 他们所能测试我们内在力量的方式 是我们的上师都无法做到的 连佛陀都比不上他们 一旦你对敌人产生一种真诚的尊敬时 就能轻易消除阻碍无量利他心的大多数主要障碍 转经轮的功德利益 转经轮的功德利益 我们仅仅仅碰触或转动经轮 便能带来不可思议的进化 并累积难以置信的功德 在西藏 通常只要有密法流传的地方 便也会有转经轮法门的存在 这个法门由龙树菩萨传给师面空行母 再由师面空行母传给莲花生大士 而由莲花生大士将它带入西藏 转经轮有地、水、火、风四种 其功德之一是 它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事业的化现 为了利益众生 诸佛菩萨化现于转经轮中 净除我们的一切热业、障碍 并使我们实证菩提道之地 在建造了转经轮的地区 一切友情均不会堕落三恶去 他们会获得天人参或往生净土 如果诸位家里有一个迷你型的转经轮 那么诸位的家里就会和普陀拉一样无二分别 当诸位死亡的时候 如果身旁有一个转经轮 那么诸位就不需要破瓦法 拥有转经轮本身将成为一门将意识牵制净土的法门 因为只要想到转经轮 就能帮助一位临终的人将意识射入中外 由顶轮离开 而化身于阿弥陀佛或观音的净土 仅仅碰触到转经轮 也能净除极大的恶业及障碍 而转动包含一万遍 Ong Ma Ni Be Me Hong的转经轮 就积聚了如同持诵一百万次 Ong Ma Ni Be Me Hong的功德一样 在那数秒之间 诸位便能修持如此有力的敬业法门 累积如此多的功德 转动经轮一次 就等同圆满了许多年的闭关 这被解释为转经轮的功德利益之一 透过水转经轮 碰触到转经轮的水 都会受到加持 当水流入海中或湖中时 它便会带着能净除数十亿动物 及昆仇的力量 火转经轮是由蜡烛或电灯的热能所驱动 从转经轮所放射出来的光 能净除他所碰触到的一切勇情的论业 火转经轮是由蜡热能所驱动的 驱动的转经轮也类似于此 碰触到转经轮的风 将受到转经轮的加持 从而具有力量 能净除被风碰触到的一切有情之恶业及障碍 教法中也提及转经轮能阻挡飞人及其他友情的伤害 也能止息疾病 转经轮时有二种观想法 第一种是我们观想光从转经轮的咒慢中放射出来 照亮我们 并净除我们所有的疾病疾病因 以及我们的邪念及其遗留在我们心中相续的喜气 接着我们再观想光芒照亮一切友情 净化他们的一切痛苦 恶业及障碍 第二种观想是光芒从咒字放射出来 如灰尘上方的真空吸管 勾遭一切疾病及飞人的伤害 以及最重要的是疾病的噪音 恶业及障碍 这一切全部都被吸入或融入转经轮中 当我们一边持诵五串或十串念珠的咒语时 一边以这种方式观想清静自己 当持诵几串念珠结束时 观想由转经轮放射出来的光芒 净除了六道友情的痛苦及障碍 这些在融入转经轮 而一切友情 包括我们自己全都获得解脱 证悟无体道 成就大悲佛的果位 人生犹如如意宝 人生犹如如意宝 人生甚至比天人生更为珍贵 因为天人虽然可有少量的修持 但列于人道众生的修学环境与自身条件 人生难得 我们叫它人生宝 是因为我们能利用人生来学习佛法 修持教法 绝证解脱 人生难得可从善因 比喻和数量等三方面来说 一 善因 若以持戒而得人生为例 戒有归一戒 五戒 菩萨戒等 但去受戒的人多 能真正持守戒律的人很少 密道的人多 能如实求法的人少 能如法修持的更少 比喻 每百年才浮出海面的盲龟 恰巧以井钻入浮木孔的几率 人生如是难得 在轮回中 我们是否每次都能确保 狭满的人生 这端赖于我们有没有把握 机会精勤努力修学佛法 数量 地狱道的众生如同世界的围城那样多 恶鬼道的众生如同河里的沙子那样多 畜生道的众生如同一满盆的沙子那样多 天道和人道的众生如同可放到指甲上的沙子那样多 学习佛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是篱笆无瑕 二是具十元满 泥巴无瑕 前四种属于生活在不好的环境 即地狱 恶鬼 即傍身 长寿天 后四种不好的条件 是边地 邪见 不辞佛出世 诸根不惧 据十元满 五字元满 得人生 生中国 朱根巨竹 无树叶颠倒 未照五粒重罪 生性三宝 古他圆满 执佛注释 佛转法轮 佛法注释 生团注释 修持因缘具足 如果能潜心思维 此狭满人生之难得 就会激励自己 去静修佛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2023 儿童节 同趣小画家 提倡孩子善良与慈悲的教育为初衷 由郝老师带领孩子们创意发想 其中自在的彩画班体验课 同趣小画家 邀请大人小孩 同来度过彩色的午后时光 备有蔬食下午茶点 倡导善良蔬食的分享 课程与茶点免费供应 12人满班 日期4月4日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 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 478号 报名电话 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复设停车场 公车路线从罗东转运站发车的红二号线 苏使一词 虽源于中国佛教 史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 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 在翻译上 若沿用素食 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 1. 素食的界定困难 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 2. 许多人 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 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 而不愿意吃素 事实上 这些都是小问题 因为不吃肉 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 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 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不伤害 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 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 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享用不是来自 宅杀动物的食物 素食的定义 不使用任何肉类 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 如骨麦 蔬菜 水果等 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 以及油脂 汤汁 萃取物 及浓缩物 都不属于素食食品 素食者 一般都尽量避免 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 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 例如牛黄 虎骨 熊胆 象牙 鸟皮油 舍香 鱼油 鸡精等 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 例如 土窄业 非素食餐饮业 养殖业 补鱼业等 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 一 素食 不吃肉 及其副产品 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 极严格素食饮食者 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 或是 蛋 奶 蜂蜜 都不吃 二 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 三 奶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 四 奶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使用奶类蛋制品 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 如台北台埃医院及供应蛋买素 五 佛教素食 传统除了不食肉 蛋 奶之外 也不吃的 葱 蒜 酒等 具有刺激性的植物 西方社会 还有一种分类 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 例如 蛋 奶 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 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 一 严格素食 是指全素食 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 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 二 不严格素食 是指奶 蛋素食 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 奶素食 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 蛋素食 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 酒酒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